哈囉大家好我是羽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開箱 其實羽兒之前一直跟我說她想要一台電動滑板車 但是我覺得呢我們應該還是要多走路 因為如果買了電動滑板車 我覺得應該我們連去附近的地方都會選擇用騎滑板車的 而不會選擇走路的 那可能這真的是剝奪了我們最後走路的機會啦 不過呢上次去吃飯 剛好看到有人騎電動滑板車過去 然後羽兒就用一個很羨慕的眼神看著那個人 然後跟我說哎呦那個滑板車好棒喔 所以呢今天我們特別一點 我買了一台5000多塊的電動滑板車 那我等一下就把它拆開來然後擺在旁邊 之後呢讓羽兒他出來的時候自己發現 然後我們來看看他的反應是怎樣 那同時也順便會測試一下說 到底5000出頭的電動滑板車 它的表現是怎樣到底值不值得買之類的 好啦那我現在先去把它拿過來 然後拆開給大家看一下它長怎樣 就是這一個了 那看起來還蠻大的 然後我這個應該是在PC Home上面買的啦 我記得那時候看了幾台 然後這一台呢 它是可以快速到貨的 其他的好像要預購要等 所以呢我就想說那我就買這一台吧 那它的規格呢 我就把它放在螢幕上面 大家可以自己看 然後我先想辦法把它拆開來 好啦裡面就長這樣子 然後這個應該是它的手把 還有充電的東西吧 我先拿出來 好然後滑板車本體 其實有一點重量耶 我以為它會很輕 但是有一點重量也好啦 然後還有說明書跟保固卡 應該沒有其他東西了吧 那我先把它組裝起來 這邊有用束帶固定 束帶旁邊就是電線 不要剪錯 剪錯就尷尬了 直接把電線給剪斷這樣 還沒用就先擺擺 好然後看一下怎麼用喔 首先我先把它立起來好了 這東西應該是 有個開關可以解鎖吧 折疊器開關是這個啦 壓下去之後就可以把它折起來 然後聽到卡一聲 OK然後旁邊有個側板 好這樣子就立起來了 接著呢我就來組裝一下吧 果然還是要看說明書啦 這是兩個把手 然後一個有寫R是右邊 L是左邊 然後看起來是要先把兩邊這個東西 裝上去之後再來鎖把手啦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吧 它有附六角螺絲板手 就是拿來鎖這個的 好給大家看一下就是這樣 把它鎖在這個兩邊的位置 然後這個是油門跟煞車 這個好像是它的儀表板吧 好把它剩下的東西先裝完 那這個上面它是有螺紋的 所以直接鎖進去就好了 像這個是R 它就是右邊的桿子 不知道為什麼我鎖起來之後 它這個地方螺紋是沒有辦法鎖到底的耶 原因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它其實是有卡的緊的啦 好如果我組裝有錯誤的地方 大家可以再跟我講一下 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呢 基本上這樣就組裝完了啦 然後現在龍頭是鎖定的 那它下面這裡有個按鈕 把它按下去之後 它才會解鎖 你才可以左右移動 好這個就可以踢起來 那黑色這一塊是有一點 這個 沙子的那種材質吧 就是比較強的摩擦力 好那我現在把它開機先試試看 那要開機的話就是長按中間這一顆 一直按著 然後直到它儀表板燈亮 但是它怎麼沒有想亮的意思呢 難不成現在是完全沒電的嗎 尷尬了 好那我現在把它充電看看好了 不知道要充多久 萬一這段期間被魚兒發現怎麼辦 好啦我現在就把車子放在這邊 然後想個辦法讓魚兒出來 然後看看他看到這台車子會有怎樣的反應 真是令人期待 我想送錢看那個東西應該會不會很好玩 那一點反應都沒有 不是啊 不是啊 我不是說這不能騎上路嗎 不能啊 我們爬到對面的公園 來玩滑板車了 你剛剛看到它完全都沒有反應我傻眼 你不是很想騎嗎 不是不是那個那個那個 震驚到我沒有辦法想像已經超出我的腦禄量了 有我看你愣住 來跟你講一下怎麼用 這個中間這個長按 然後就會亮了有沒有 現在電力是滿格 我先幫你開第一速就好 如果要加到速度的話是按上 第二檔第三檔 第三檔是最快的 然後這是第一檔 然後這個按下去是油門 這個按下去是煞車 另外後面還有一個腳煞 這裡用踩的 怎麼踩 就是你滑一滑的時候你可以踩後面 你不要一次殺就把它直接殺死 基本上不要騎太快就好了 剛開始吧 我覺得好恐怖 所以沒有騎過這個東西 而且我平衡感一直都很不好 來試試看 試試看 怎樣 我跌倒怎麼辦 我可能這輩子都不會想再碰它 應該不會啦 不然我先示範一次給你看 就往前走 走 走囉 高歌旅行 轉彎不是很好控制 對吧 我就跟你講它轉彎的弧度 轉彎要習慣一下 而且你騎起來怎麼好像有一點點晃 對啊 它是因為輪子小 我更害怕了 我買的是五千多塊 我試試看它比較高速的檔位好了 你小心 來囉 這個騎快蠻恐怖的 可是我不敢騎太快 剛剛那是二檔嗎 我剛剛是開三檔 但是我沒有騎到底 它最快好像15到20公里而已 時速 這樣是很快嗎 比走路再快一點 大概是小跑步的速度吧 來給你試試看吧 你調回一檔了嗎 對調回一檔了 對 要給它一個穩定的加速 左邊是煞車要記得喔 右邊是油門 左邊是煞車 你不考慮換一個大一點的輪子嗎 其實輪子有點小對不對 它騎起來超不穩的 它輪子真的太小了 對啊 這輪子只有5.5吋而已 然後它其實還有燈啊 像現在晚上有沒有 這個可以按下去 可是它開燈的話 是不是就是更好電啊 對啊 不會啦 LED燈其實是還好 它燈好亮喔 其實我這樣看我覺得好亮 我這樣沒有什麼 我們去前面那個陰影看看 走啊 有啦我覺得那個燈有亮 好亮喔 對吧 很亮 好玩嗎 好恐怖喔 恐怖的成分多一點點 但是好玩啊 之後就可以騎這個去拿外送這樣 就是我們就不用走那麼長的路到管理室這樣子 對 反正這東西也不能在路上騎 我們就在社區裡面騎 每天都有很多小朋友在那邊騎腳踏車 這個橋下騎是可以的嗎 橋下騎可以啊 這邊算是運動場所 但是它不能在馬路上 騎這個算運動嗎 你用腳滑就算運動了 你可以不要開電 用腳滑那就是運動了 我這怎麼沒有玩過用腳滑的 你可以試試看啊 你就不要不要吹油門 不是啦 用腳滑的腳就不會上去了 什麼意思 怎麼玩 我弄一次給你看 我好笨喔 用腳滑是這樣子 真的啦 用腳滑就這樣啊 然後你就要一直滑 就是加速加速加速 然後就休息一下 我發現用腳滑好累喔 可以用腳滑可以運動 沒有問題 它有這個電動的 這款車型出來之後用腳滑就顯得有點滑稽 好累喔 如何 不錯吧 好玩喔 我覺得它速度 可能二檔好像會比較穩一點 會嗎 要不你試試看啊 我錯了 二檔比較快 二檔 二檔太快了 對啊 我覺得一檔對一般來講應該就剛剛好 就是 就是我們一般大概 走路再快一點點的時速 對 二檔 二檔就很快了耶 你剛剛騎三檔 我剛剛騎三檔 騎到底就是20公里啊 好可怕 對 滿恐怖的 好那它這個中間這個按鍵呢 它其實短按的時候它可以接到其他訊息 像這個ODO 它的意思就是我們總共的里程數 現在其實騎了一公里了啦 然後這個地方是我們這次買的時候 它有送一個贈品就是掛鉤 那這個是單車跟這種滑板車都是共用的 就是把它這兩個鎖上去把它夾住這樣 那夾住之後呢 這個地方它就可以掛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們去買東西 就可以掛在這個上面 那充電孔的話是這個位置 然後它有一個防水套 所以平常沒事的話就是把它套起來 因為它這個是不防水的 另外在下面這邊它有一個鎖 就是你把龍頭喬正之後呢 按下去 它可以固定住龍頭 這樣的話龍頭就轉不動了 好那你要把它解開的話 紅色的按鈕必須按一下 它才能解開 我覺得這可以當一個鎖啦 就是你如果停在外面 臨時要買個東西或什麼 壓下去 好那它龍頭就轉不動嘛 別人就比較不好拖走 那你要知道這個要按一下才能解鎖的人 它才有辦法很輕鬆的把這台給牽走 那最後來講講心得好了 首先第一個就是像這種行動輔具啊 在台灣這種個人電動的東西 它是沒有辦法在路上走 它沒有路犬 所以你只能夠在像是公園 或者是私人土地等等的地方 才可以去騎它 這是比較可惜一點的啦 因為其實像國外有一些個人的載具 它是可以做成共享的方式 那就可以鼓勵大家把車停遠一點之後 然後用個人載具到你要去的地方 我覺得這樣子是比較好的 那也希望台灣慢慢的 未來可以把這些東西 用一個合理的管制方式 讓它可以真的在路上跑 我相信這可以減少一些路上的車輛啦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這次買的這個 其實你們剛剛看前面的影片也知道 確實輪子真的比較小一點 5.5吋確實真的在台灣來講啦 台灣的路面比較多凹凸不平啊 那騎起來是比較不穩的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買的話 5000多的價位它其實可以買 但是你就要有這個覺悟 就是它可能會比較不穩 那如果說你在網上買到更高階一點的 甚至它有的輪子是可以打氣的 我相信可能會穩一點點啦 那其實我也非常好奇大家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覺得這樣子一台5000出頭的電動滑板車 你們會買嗎? 你們覺得它有這個價值嗎?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希望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我是宇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比賽 網友